如果你resale的话,你会resale给谁 KLCC 为什么我刚才会讲 Studium 跟一房会是 highest demand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只会有几个 crowd 罢了 第一个在这边 long run 的话 会是这边的高管,或者是我们讲的拐一楼 例如可能是大公司HQ 派他来到马来西亚做这个高管 所以,不要怕你们每个月的住进公司导给你 所以这些是他们会租的一些 layout 也可能讲,这样我三四千 我不会租一个更大的 unit 吗? 你的 rental 3KLCC 是五块到六块之前 但是如果你租一个一千的话,是五六千块的 如果讲他们通常会选项的这些 unit 的话 会比较偏向于的是一房或者是讲比较小的单位 因为刚刚符合到他们要的要求 so that's why 在KLCC 这边也是因为其他的价钱越来越高了 你在起大钱的话其实是卖不住了的 因为整个KLCC 的历史来讲 从十五年前最红的料是两房到散房 四年前的话就变成是两房到一房 到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变成是Studium 一房 跟Doji这样子的概念会比较红 也是因为他不需要费的价钱 所以以后你要卖掉的话,你要卖给谁 其实也是一样的investor 或者是外国人在这边他只能要own一个house 他要在这个city里面 或者是我们讲说过的holiday house 很多时候是因为槟城、JV、东马这些地方 他们偶尔会下来KLCC这个area来工作 来玩、来探勤 他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例如可能他一个星期来这边一两天的话 他们要住火调、他们要住FB&B的话 那个钱是能够供到一些物质 所以他们有能力的话 他们都会买一些物质在这边 直接当作是一个holiday home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KLCC能够遇到的一些future buyer 想理之下 你不能拿KLCC的studio跟KLCC的studio去做比较啦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衡量一个地区、一个layout、一个property有没有价钱 一个东西是最简单的 他到底在组织多少钱 已经是很直接去保证他有没有这个地方了 所以你现在马上拿出你的电话 在你的A、B、B、Search、KLCC 如果是studio单位一个晚上租多少钱 如果那个价钱还是比较normal rate的 就代表这个地方还是在一个比较normal的supply and demand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很想去衡量的地方有没有的 long rent怎样去衡量这个地区有没有 也是你的rental per square feet那边来衡量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rental property